这两天高考刚刚结束 很多的高考生的一些家长和高考生呢 估计这两天都在忙活 估分 还有一个就是给孩子填高志愿的这个事情 就是有几个专家在讨论 学历对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作用是越来越朽了 毕竟是他很客观事实来讲的话 现在的确是在贬值 有很多人在讨论 如果没有上学 他的认知 他的整体素质怎么样 有很多人因为没有上过学 表示自卑 我就是一个因为没有上过大学 偶尔会有自卑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整体认知 不比那些就是学历比较高的人要差 这个基于我自己呢 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我一直有一颗 不断去学习和进步的心态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但是我觉得 可悲是可悲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很大一部分人群 他明明知道孩子不是上学那块料 但是盲目的让孩子去花高学费 甚至是花很多的钱 去找那个填补志愿的老师 去给自己选学校 哪怕是说呢 这个孩子选的这个专业 因为他要想上一个985211的一个 相对来说 这个学历更硬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 即便是没有他合适的一个专业 他也就报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混一个好学历 混一个好文凭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现在的确是已经贬值得不行不行了 你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 你在大学里 你也不要去放弃学习 但是呢 你所选的这个专业 未必成为你未来去择业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 你的学习可以在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 在这些很多方面的一些 这个事情 你去探索这个东西 你也不要去荒废你这个学习的这几年 但是呢 如果你仅仅是埋头苦学 如果单纯是为了去混一个什么文凭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家长 特别是在高考生 现在开始去寻求 这个这个择校的这方面啊 你倒是要追求哪些东西啊 然后去探讨的一个 确实去思考的问题 倒是你要是为了去追求那个名牌大学 那个什么 硬不硬的那个学历 真的对我们自己来说呀 有多少作用呢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